乌军反攻来临之际 普京和泽连斯基几乎一同前往前线的消息被视为一种不寻常信号 前段时间俄罗官方消息称普京亲赴赫尔松前线地区进行视察引发关注 外界很多人猜测是普京来前线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是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第二是打破身体不佳传闻 第三是做给乌军看 如今俄总统却被爆出丑闻 当时亲赴前线的普京是冒牌货 其实是普京的一个替身出现在前线 据法国媒体报道 乌克兰官员指出普京去前线用替身 实际上就是一个和普京神似的人 乌克兰官员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属实 指出在前线的地区的普京身高耳朵不太举止等 都跟平时有所不同 还称真正的普京其实是躲在地堡内不敢现身 对此俄方佩斯科夫在活动中表示 俄罗斯总统不会使用替身 因为总统认为这个根本没必要 总统的工作能力超乎常人 能够在短时间学会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且身体也非常硬朗 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官员的话是无稽之谈 之所以不断由普京身体抱恙用替身的消息传出 是因为普京今年已经71岁 西方媒体和乌克兰抓住普京年龄做文章 之前就有消息传出 普京身体已经无法胜任总统一职 还传出普京患有重大疾病的消息 在去年8月份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就指出 普京至少有三个替身 关于替身问题普京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 确实很多人建议他招募替身 因为总统本身在出行的时候就具有致命危险 但是他认为自己身体良好 并且可以应对这些风险 因此拒绝他人寻找替身的想法 普京在担任总统之前是特工出身 自身格斗能力也非常强 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身体素质很好 因此普京确实没必要使用替身 反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替身一抓一大把 之前泽连斯基在出行的时候带着替身上界 在拜登访问乌克兰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有两个泽连斯基与拜同框 身高衣服发型完全一样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无法认清哪一个是真正的泽连斯基 因此泽连斯基使用替身 已经成为外界知道的一个事实 就算普京真的使用替身乌克兰官员也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自家总统也在使用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疑点 如果普京在当时真的使用替身的话 按照无方的形式风格会在当下揭露 又为何等到现在才爆出 小编认为 乌克兰官员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动摇俄罗斯军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